在案發後 公司闖壩被警方拖到青山公路下村的清車站 並由警方重案組探員和政府化驗師上車搜索證據 而車上就留下了瘫瘫血跡和乘客留下的物件 警方又展示疑空在犯案時所駕駛的賽道 警方說疑空和傷者是認識 正存著僱傭關係、私人糾紛 和精神狀況方面調查行空的動機 我們都會從個人關係、有沒有員工糾紛 或者他的精神狀況各方面去詳細調查 暫時我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想針對某一些乘客 或是隨機地打人在車上 但因為我們還未能見到的疑空 初步我們還在調查他的行空動機 想跟大家說這次的事件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不是平時在街上見到一些精神收藏的人 或者是怎樣在街上亂襲擊人的 事發於早上7點多 一架接載員工上班的公司廠壩 在屯門時代廣場接載了26個員工 準備往大埔工業村 一間水果加工廠開工 車沿絕元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行駛 當駛到虎泰村商場對開的時候 一個坐在後排的57歲男員工 突然情緒激動 池塞刀斬傷10個女同事和1個男同事 疑空最後在車上被其他乘客制服 並由到場的警員拘捕 由於疑犯在糾纏間受傷 連同11個傷者一起送去屯門醫院 和博愛醫院治理 警方又說疑犯並沒有精神病紀錄 案件交由重案組接手調查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